下一個是重要的提型 在未來的一些計算過程中會用到這種提型 就是要請問你溶質有多少 雙氧水就是過氧化氫水溶液 它的百分濃度是3% 假如雙氧水有200克其中裡面還有過氧化氫幾公克 這叫做求溶質質量 是未來會常考的提型或者在別的題目的計算中要用到 好來 公式長這樣 那你知不知道融質怎麼算 不會的就找小瓢蟲嘛對不對 就知道了 融質就是溶液克數成百分濃度 你可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原因常常要用到 融質質量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你可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原因常常會要用到 那題目有沒有溶液質量 有 有沒有百分濃度 有 那叫陰油 淨油 待會對我往裡面帶 就算出來了 算完了 算完了 有龍課 OK 簡單 小問題 這例題是我講解啊 現在練習才換你們啊 基本上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百分之三的H2O2是雙氧水過氧化氫 500克裡面有多少 基本上跟剛才是一樣的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我完全都是一樣的 現在要找大帥哥是嗎 大帥哥叫做29 超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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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益上有題目嗎 500克的雙過氧化氫水龍液 然後有其中是3% 所以要幾克 15克 跟剛才一樣 原來的公式是 重量百分之濃度是容易 克數分之溶值克數乘百分之一百 然後以一一段變這樣 我說過你看 當作公式背起來 溶值質量就是溶液質量乘百分之濃度 我省略掉那個百分之一百 我省略掉那個百分之一百 自動把它忘掉 然後裡面算 很難算對不對 超難算 15克 15克 所以答案就是A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題型 請問你溶值的質量 那麼我們說你可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背什麼公式 溶值質量就是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這個重點 希望你能夠記住 OK 下面是考過但是不用算的東西 百分之三十的溶液三百毫升 取出一百 取出一百 剩下那兩百多少 那我們講過 容易是均勻的混合物 取出來之後濃度會不會變 取出來的 剩下的 剩下的都跟原來怎樣 一樣 所以原來是百分之三十 後來還是多少 百分之三十 把拼 Mud 解決掉 解決掉 答案豬 不用算 考過 考過 我指的是聯考程度的合作 考過 不用算 夠簡單嗎 你看 中區五專考題 百分之二十 實驗室100克,取出50克做實驗,剩下多少? 真的是超級恐怖難 太難 可愛小女生 11 7 11 11,你是什麼? 星星 B B 請坐 超難的 取出來的不會變 取出的剩下跟原來的完全一樣 原來剩下還是20% 所以答案就選B 這種叫做取出的提醒 不用算很簡單,但是大考試也考過 叫做送分體 非常盼望,這分數送得出去 有人題目看都不開始亂猜 你要注意 OK 有人問答嗎? 沒有